這次騎旅我們也推出了南飛系列的短梯 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夏天 布料我們選用了極度透氣的材質 穿上去之後涼感又舒適 讓你在夏天隨時保持清爽 這次我們也把版型重新修改了 改的更寬鬆了一點 顏色的部分這次分為沙色以及黑色 沙色的正面有不要置信的南飛LOGO 而我最喜歡的部分就是後面的這塊圖案 騎著890馳程在非洲大草原上 還有一隻Cheetah就是獵豹啦 坐在旁邊看著我們 搭配上了接近大自然的色調 更符合我們這次南飛騎行的精神 而黑色後面則是印上了紀念10萬訂閱的LOGO 作為在10萬訂閱了之後 我們準備開啟的另外一個旅程碑 兩件一起帶走 我們也會送給大家YouTube10萬訂閱獎牌造型的盒子 讓大家可以做個紀念 一起拿到獎牌嘛 喜歡的朋友們不要忘了到下方資訊欄的連結 選購喔 呃...現在是南飛時間的凌晨3點半 睡不著 這裡從10點停電到現在 然後WiFi機呢也因為沒有電了 所以沒有辦法上網 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所以我就想說來錄個語音備忘錄給大家 呃...今天啊我過的人生中 算是最漫長的一個夜晚吧 我們從桃園飛到了南飛了 桃園出發的時間 是晚上的10點 然後到杜拜的時候呢 是凌晨的5點 到約翰尼斯堡的時候呢 又是晚上 然後剛剛跟Alan還有Alan的岳父去餐酒館吃飯 喝了一個那個什麼 很特別的那個叫做Spring Bucky吧 哦...對Spring Bucky 那我覺得那一小杯呢 綠色的沒有很濃 可是我喝完之後 就是直到現在回到房間了之後 我的嘴巴還是有那個味道 然後吃完飯之後 他剛剛又拿了兩杯來 哈哈哈哈 真正不喝所以我也一口氣把它全部喝完了 現在有點暈 但還是睡不著 這樣的情況我想應該會持續個兩三天啦 因為有時差嘛 那明天呢我們就要和這次旅行的G-Buy見面了 我現在不知道真的是因為太興奮了 還是因為時差的關係 所以一點睡意都沒有 等等呢應該會再躺一下 然後如果還是睡不著的話 我應該會直接起來去試飛新的孔牌機 順便拍個日出給大家 好啦 這是我們南非第一天的情況 希望明天 嗯 一切順利 晚安啦 喔不是 不是晚安 對你們來說呢 應該是早安 早安 我要試著去睡睡看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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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南非的第一天剛起床 然後現在我們在用我們的早餐 就是我們昨天一到的時候 我們兩個基本上已經就直接不行了 就直接倒地 倒下去就直接睡了 然後睡到一半兩三點的時候我起來 然後我發現 那時候兩三點好像也有一次停電 也有停電 對 半夜的時候好像也有一次 反正就是因為他這邊啊 會很常停電 一天會停 有一個Stage 3 Stage 4 對 就是 一天裡面他有可能會停三到四次 每一次都是多久 大概都是兩個小時 我一個單位起跳 所以我們昨天來到現在 我們已經經歷了四個小時 沒有電的生活 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因為他們這邊的電力公司 是國營的 最近是 情況比較嚴重 是因為 一月份的時候 有11個發電 發電主 壞掉 11個發電主壞掉 對 他也沒有要修的意思 在這趟南非行中 第一個晚上 我就意識到 電力的問題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硬傷 第一點是因為我這次 前世代的其中一個22TB的外接適應碟 容量大沒錯 但是缺點 就是需要插電源線 還有變壓器 才可以供電 所以有沒有電這件事 對我來說真的是蠻重要的 來到南非的第一天 我就體會到了 南非的電力系統 除了是一個累積已久的未爆彈 更是目前南非這個國家 正在面臨的重大危機 聽起來你或許會覺得很諷刺 這個境內有著豐富的礦產資源 曾經是全球第三大的燃煤出口國 同時也是全非洲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 整個國家的電力超過80% 甚至都來自燃煤發電 但是人民竟然每天飽受著缺電之苦 在去年停電的天數甚至來到了整整200天 甚至在今年這個狀況 也進一步演化成了國安危機 在我們到南非的第二天 也就是我現在喝著咖啡的同時 南非總統也宣布南非正式進入了災難狀態 National Disaster Management Center has consequently classified the energy crisis and its impact as a disaster we are therefore declaring a national state of disaster to respond to the electricity crisis and its effect 而其實南非停電原本就已經是常態了啦 只是這15年來從原本一天的兩個小時 進化到了現在一天會停超過10個小時 甚至12個小時14個小時 而且還是每天都會停 甚至還有人做了一個APP 來讓大家查詢 今天到底什麼時候會停電停多久 而在南非這也叫做Low Shading 現在我們在超市買東西買到一半 停電了 Low Shading 這間超市啊 在南非啊 自從有了這個Low Shading之後 它已經虧了多少 9000萬LANT 就是1億8000萬台幣 所以這個停電的問題呢 在南非還是比較嚴重的 我是不知道現在要怎麼繼續逼啊 可能等一下就有發電機了 造成Low Shading的因素其實真的蠻多的 不過大概可以總結成3點 說到停電的第一點 就不得不提到這間南非的國營電力公司 ASCOM 南非的電力供應商 同時也是非洲大陸上最大的電力公司 雖然是全非洲最大的電力公司 但是使用的發電機 已經是接近50年前的設備了 現存的燃煤發電機 大部分也都是在1980年代設立的 設備老舊也就算了 但是如果加上一個欠缺維護 跳電開始侵入南非人的日常生活 一天偶爾會停個兩個小時 而這也只是南非最初的問題 其實沿路剛剛騎過來 我覺得讓我印象最深刻 應該就是我可以很 很近距離的看到他們這個電線桿 哈哈哈哈 每一盞的高度都不一樣 然後每一盞都是用什麼 用木頭做的 所以我覺得這南非真的就是還蠻特別的 他們電線桿應該很明顯的 那個你連電線桿上面那個紋理 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然後每一根長度都不一樣 然後有一些他可能長度不夠 他也會額外再拉一根斜的把它撐住 真的非常的特別 第二點 那為什麼不去維護設備就好了呢 簡單來說就是兩個字 經費 其實不管是維護設備還是新建設備 最重要的就是錢啦 而只要牽扯到錢 嗯..水很深啦 保守一點說的話就是 他們只能拿有限的資金去維護 老舊的設備 然後開始惡性循環 停電的時數也隨著時間越來越長 現在畫質應該很差 可是沒關係 我不敢把那個相機拿在手上 因為觀光客太多 然後又加上這裡的治安了 開始 不是 露血頂 這已經是不知道我最近這幾天拍片以來啊 第幾次拍到一半然後突然露血頂 第三點 南非因為採用了燃煤發電 所以碳排放量自然也就很可觀 目前是非洲最大 同時也是世界上排名第12名的溫室氣體排放國 在近年來環保意識逐漸抬頭的時代 自然對環境保護有著更嚴格的限制 傳統的燃煤發電造成了環境破壞 這也讓長年仰賴燃煤的南非 承受著能源轉型的壓力 而露血頂造成的經濟損失 已經到了一天需要以 為單位來計算的規模了 身為一個自由行的旅客來到了南非 其實我只能算是體驗這個停電是日常的感覺啦 因為我也只會待短短的一個月嘛 回過頭來看看台灣 其實我們也同樣面對著能源轉型 對化石燃料的高度依賴等等等等相似的問題 實際面來看 雖然我們偶爾也會停一下電 但是比起南非 我覺得我們真的是幸福很多了啦 所以在這邊我也只好跟自己說 嗯...沒有電 這才是我們要的非洲大陸 然後所以他們這邊很特別的是 他們這邊這個... 這算是吊燈吧 他們這個吊燈 大家不要想說 為什麼現在停電的時候還有燈 因為這個吊燈裡面有含電池 它就是你電來的時候 它會幫你的電池充電 然後順便供電 然後停電的時候 它就直接改成用電池供電 對不對 還蠻特別的 所以我們剛才停電的時候 這邊其實都還有燈 Alan還一直跟我說很抱歉 就是什麼讓我體會到什麼 這就是什麼南非 可是我覺得我們來就是 我們就是為了要體驗這個嘛 我跟你講 這邊的自來水場 就是因為沒有電 所以說沒有辦法抽水到水庫 對 所以說上個禮拜大概... 停水 停水 停了一個禮拜 所以說停了一半 那我孕婦受不了 他就去... 買那個... 就去... 弄水塔 抽到水塔 只是我們沒辦法用插頭而已 等一下準備要來洗個澡 然後先吃個早餐 Go Go 喵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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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你可能覺得說我現在不知道摸什麼東西 但實際呢 這裡面有一隻貓 哈哈哈哈哈哈 掰掰 Good night 好啊 帥 這個叫做... Bisc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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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是怎麼吃呢 這是... 他說 咖啡泡好了之後嘛 然後這是... 就是很像餅乾的嘛 然後把這個餅乾拿去沾那個咖啡 然後 他們說早餐呢 就是一杯咖啡配三根這個 就可以當早餐 等一下吃吃看我們這個Biscuit 各位我們咖啡好了 感謝Alan賜予我們一天精神火力來源 好嗎 喔 喔 這就是熟悉的味道 我已經很久沒喝咖啡了 我們在飛機上也都沒有喝咖啡 我們都要喝酒 真的是你 直接這樣沾了吃 Biscuit 對不對 這是Biscuit 對 Biscuit 然後泡咖啡 嗯 哇 它裡面有點甜 嗯 嗯 它入口即化 因為它被泡得爛了 然後 我不知道是因為我肚子太餓還是怎樣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嗯 比較泡的話真的太乾了 嗯 泡得比較好吃 所以他們到底是 是怎樣嗎 這個我記得這個好像是歐歸的 歐歸的 反正我是對這個印象很深刻啦 對 這個應該是有看過 可是 像你們擦的這個我就沒看過 他們這邊賣的電器不是這種 不是 不是這個的 就是這個的 就是這個的 哦 哦 圓的還有那個扁的是不是 他媽你一定要買這種東西 對 你才可以裝得下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男廢的家庭裡面 基本上就是這個轉接座也是插滿的 停電 再加上這三種規格完全不一樣的插座 一早起來 差點就讓我的腦袋當機了 不過幸好我們有一杯咖啡 還有一整袋的Biscuit 用槓話還有一杯咖啡和Biscuit 展開今天的行程 其實我現在在喝喝咖啡 還有這個叫Biscuit的餅乾 嚴格來說 不算是南非人的早餐啦 比較像是早餐前的點心 在我這30天中的心得 我發現他們會在起床之後 先吃一點點心 然後悠哉的盥洗 茁莊 再到外面慢慢的吃早餐 這個等我們正式出發了之後 再來和大家介紹 吃完了Biscuit 我也看到了 這一趟要陪伴我們很跨南非的 保姆車 住的房間走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趟 30幾天裡面會陪伴我們的保姆車 他身上貼得非常可愛的貼紙 下次可不可以這樣約了 這叫什麼 把大朋克的精神也帶到南非來 接著中間這裡呢 永不停止冒險 Adventure never ends 那這個永不停止冒險就是 大家如果就是有在關 關注我們的IG或者是臉書的話 應該就會知道說 其實我們 今年開始我們的影片呢 就是會在MOMO TV上面 就是你看電視的第75台 MOMO綜合台播出 所以我們這次呢 提了這個 永不停止冒險 他播出的時候 那個節目名稱就叫 永不停止冒險 就是播我們的影片 各位呢 在YouTube上面看不夠的話呢 每週六日的下午1點 你都可以去MOMO TV第75頻道 去搜尋看看有沒有我們的身影 因為他這裡有這個什麼 車側的痕跡有沒有 胎痕 所以整台看起來真的非常的帥 這個就是我們的保姆車了 非常的讚 其實我原本是想說 應該是不太需要有保姆車的陪伴啦 騎摩托車橫跨南非 多了一台汽車 好像就沒有這麼客難 少了苦行生的那種感覺 但是在我們途中會經過的路段 某一些說真的是比較Hardcore的路段 加上最近有野生的獅子出沒 所以 你們知道的 有一台跟著我們長距離移動的車輛 還是會讓我們比較放心啦 同時 這台車在旅途中 也能像我們今天一樣 載著摩托車 以便應對臨時狀況的發生 而保姆車這次的塗裝 由Alan以及他的大舅子 Furter設計的 硬上了 永不停止冒險 象徵我們的精神勇敢 同時 持續騎車冒險 各位我剛洗完澡 現在南非當地的時間 早上8點55分 我們準備要去這個 KTM Group 我們過去大概只要40分鐘 然後我們會開車過去 用拖車把KTM 890 ADBR版 給他載回來 不瞞大家說小弟其實 好啦我承認我就是一個雨神好不好 從昨天來到現在呢 磅磅的大雨一直給他下下來 下到了現在 從一早我們起來的時候 下到現在都還沒有停 然後又加上啊 因為他這邊的紅綠燈 等一下還會有一波停電 所以Alan就想說 阿不然我們就先用拖車 然後把KTM給他先拖回來 進行一點整備了之後呢 我們隔一天呢 我們再怎麼樣 我們再好好的來給他試騎 或者是等下午雨停的時候呢 我們再給他試騎 所以現在我們就準備要出發 GO 成如各位現在所看到的呢 我們現在要準備去 把我們的KTM 890 ADBR版 載回來 我們會把它載回我們住的這邊 那我們這次使用的工具呢 就是這一台 我們等一下會開車 然後這個推車呢 就在後面 可是 上禮拜據說是超大太陽啊 晴天啊 什麼都是好天氣 可是昨天一來的時候呢 馬上風雲變色 直接下雨下暴了 喔這個插座是給後面的那個燈用的 Awesome Awesome 出發了 好 他這個是 好 謝謝 等等期待把 890 等一下送上去 出發之後 第一件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要先來幫保姆車 好好的加個油 各位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加油站 那這個加油站呢 有三種油品 一個是最左邊呢 可以看到數字95 就是我們台灣家的95 中間這個93呢 5000 右邊這個50呢 才有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桶等一下加下去之後 到底會加多少錢 然後他們的單位也是公升 Liters 現在一公升是21.68欄特 騎摩托車橫跨南非 這一趟的里程 預計是4500公里 想當然的 油量 在這一趟中 也是我們特別注意的一點 而身為一個有孔患者 來到了南非 會更沒有安全感 這一趟裡面 我們家的都是95 當天1公升是21.68欄特 大概就是40出頭塊台幣 當初我們在安排這趟旅程的時候 因為受到烏爾戰爭的影響 所以油價曾經一度飆到1公升快70塊 比我預期的真的還要便宜蠻多的 心裡面還是蠻爽的啦 現在加完了 我們一共加了148.7公升 金額是3225.87欄特 所以這就是刷卡 刷卡機嘛 用這個卡刷 刷下去 我打密碼 密碼我也要看啊 加完油 從約翰尼斯堡的Benoni出發 我們準備前往距離這裡 大約50公里的Midrand 到KTM Group 取車了 而Midrand 應該是我們在這趟旅程裡面 與早上在電視裡面看到的南非總統 所以近的距離了 Midrand位於南非最大的城市 Johannesburg 約翰尼斯堡 與行政首都Pretoria 普勒托利亞之間 說到了Pretoria 就一定要好好來說一下南非的首都 南非是世界上唯一一個 有三個首都的國家 分別是 立法首都 布隆方丹 布隆方丹 這裡就是布隆方丹 對 南非的三個首都之一 司法首都 Captown 就是我們熟悉的開普敦 以及行政首都 Pretoria 普勒托利亞 Pretoria是整個南非的政治決策中心 同時這裡也因為種植了很多花草樹木 所以也被稱為花園城 重要的政府機構 以及一些外交使館 就位在這個首都裡面 而這一個小時 雖然我沒有看到南非的總統府 只是坐在車子裡面欣賞著南非的風景 但是可能是因為準備要簽車了 所以心裡還是很興奮的啦 我們終於到了 各位朋友我們現在來到了 心心念念的一個地方了 我們從台灣飛過來 等的是什麼時候 就是這個時候 我們來到了KTM Group 這裡是在南非 非常多KTM海獅瓜 Guess guess 然後現在呢 我們就先進去 然後找一位叫Grant 先跟他說明一下 我們準備要來取車了 好的 你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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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請教我們 你自己叫 instructions 要有個老財子嗎 好嗎 謝謝 你好嗎 我來了 好幾個 黑子嗎 他說是找的 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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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確定 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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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需要一份 謝謝你 很高興認識你 很高興認識你 完美! 我只需要你做一些盒子 我只需要你的保證 我只需要你的保證 然後我們會準備好 整個取車的過程其實蠻順利的 在我們抵達了KTM Group之後 找到了這位負責的工作人員 接著把國際駕照給他影印 填寫資料 就可以準備 和我們的新夥伴見面了 完美! 好的 我們可以快點去車子 我只需要把車子的最終詳細 然後我們可以載 我看到你跟車子進入 對 謝謝 完美! 準備好... Race 最感興趣的也是那一件 那個57號BOT 就是我們這個 海斯瓜 英奈利比賽 他們都參加金組 然後他是 球技好像是去年 還是前年的冠軍吧 BOT 一個 一個留著鬍子 然後不知道是 應該是歐洲人 然後就是寫海斯瓜 英奈利 非常默 Billy BOT 這就是我們這次的主角了 KTM A90 Adventure R 見面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確認一下車子的前後 是不是有原本的傷痕 只是我東翻西早 就是找不到什麼痕跡 因為這台車的總里程 也才短短的600公里而已 真的很新啊 它里程才642公里而已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接下來我想要來介紹一下這一次 在這趟南非旅程中 我們的好夥伴 2023年式的 KTM 890 Adventure R 看到了Adventure 顧名思義 這是一台可以讓我們騎去冒險 的真正車款 近年來 在越野風氣逐漸蓬勃的情況下 長距離的旅遊探險 也漸漸開始吸引越來越多人加入 不靠汽車 整趟旅程的長距離移動 平地一路到高山 柏油路瞬間切換到土路 不分白天夜晚 也不管晴天雨天 就靠一台兩顆輪子的摩托車 相信我 會這樣做的人 通常都會被冠上兩個字的稱號 瘋子 直接先說結論好了 騎完這接近4000公里的公路 以及1000多公里的土路 總共5400公里的旅程 它帶給我的感想 就只有兩個字 想換 2023年的KTM 890 Adventure 分為一般版與R版 一般版注重在一般道路騎行下的高速巡航 而R版則是更注重在非鋪裝路面下的騎行 這次因應我們即將騎乘的路面 所以最後選擇了R版 890 Adventure R外觀的靈感 來自於KTM的450 Rally 整台車主體的顏色採用了大量的橘、白 以及小部分的藍色來點綴 三色組成 嗯...這樣以後取名字 就會讓我更加深刻了 白藍橘白 藍橘白 而撇除橘色和白色 這個在油箱上的藍色 看上去是那種消光的深藍色 搭配上在騎乘土路過後的泥土 髒的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有質感 相比於2022 KTM 890 Adventure R 第一眼我看見最大的不同 就是整台車的前半部 我覺得外觀看起來真的好看很多 前側殼的角度往上抬升的同時 也換上了改善空氣力學的風景 面積更寬 也更大 風會直接從側殼兩邊吹過 讓騎士受到的風阻減少更多 風鏡的高度不高 越野的時候可以保持良好的視野 站起來騎乘的時候 也可以用很舒服的姿勢騎乘 風鏡與側殼之間 更是增加了高強度的支架連接 在視覺上更加的有拉力位 而在實用性上呢 則是更加的牢固 懸吊的部分 這次因為我們真的載了非常多東西 加上牽到車子的時候 然後後面還掛上了三咖大大的鋁箱 好說到這三個箱子呢 我覺得這三個箱子 讓我最開心的是 它容量真的非常大 一些備用水啊 零食啊 然後有一點小小的飲料啊 瑞波啊 我們都會把它放到這個箱子裡面 以我們現在這種 沒有箱子就不開心的人來說呢 有箱子可以增加我們這個拍攝效率 雖然還是很沒有效率啦 可以增加一點 至少增加一點我們拍攝的效率嘛 對不對 就是我有一個攝影包嘛 然後這邊呢放了一個 Insta360的充電 那這邊放了GoPro的充電 這裡呢放了我們DJI空拍機 所以放下去呢 基本上已經滿了 這邊呢就是放我們的雨衣 還有大家的雨衣 還有一些水啊 什麼之類的 整體而言這三個箱子 目前看起來呢是非常棒 空間也算呢很大 重量加起來算比較重 但是以我這個配置 遇到高低落差比較大的連續路段時候 可以感覺到懸吊作動的行程還是綽綽有餘 在這種路況下 還是可以很好的維持車身的穩定性 燈具方面 890Adventure R採用了前後LED的大燈以及方向燈 在這趟旅程中 其中有幾天我們騎到晚上接近9點 天空基本上已經暗的差不多了 而890Adventure R大燈的亮度 毫無疑問 還是非常足夠的 就跟前面說的一樣 瘋子騎的 一趟出門大概就是幾千公里的長距離 所以890Adventure R的油箱容量 也來到了一桶大約是20公升上下 從車身頂部往下延伸到底部 讓整台車的重心往下 高速行駛下可以更加穩定 另外目前油箱底部也新增了一片很有質感的護板 以防進了土路之後 小碎石會直接打在油箱的表面上 而除了以上這些外觀之外 還有另外一點 也是2023年式的890Adventure R 讓我 想換 的其中一點 儀表 新版的890除了升級到5吋TFT全彩儀表之外 儀表內部也有了很大的變化 開店門之後的動畫 更熱血了 儀表的介面 選單的邏輯 圖示 也重新設計了 全部的資訊 設定 都可以通過把手左側的控制鍵來操控 而且 現在我們可以把最多4種不同的車輛資訊 直接自定義在儀表最下方 同時儀表的左側 還有一個USB充電孔 講到了儀表 接下來我一定要來說一下 新版890強大的電控系統 這段畫面應該不是因為我是那萬中選一的越野車手 才沒有摔車的 相反 應該是巡機還有ABS 同時拯救了我這個菜雞啦 在不同的騎乘模式下 電控系統也會有所改變 在2023年4的890 Adventure R上面 除了街道模式 雨天模式 吐露模式 還有一種 拉力模式 雨天模式 說實話 在我這趟南非的騎乘過程中 我是完全沒有用到啦 而在我牽到車的前幾天 碰到吐露 我都是直接切換到 Offroad模式在騎乘的 忘記從第幾天開始 我在吐露上把騎乘模式 調整到了拉力模式之後 我直接後悔前幾天都用越野模式騎乘 白白浪費了好幾百公里的體驗 在拉力模式下 儀表會直接進化成另外一種 我覺得比較戰鬥的樣式 擋顯在中間 ABS會自動調整成越野模式的ABS 接著 就是與其他模式最大的不同 我們可以自己決定PC介入的力道 從1到9 一共有9段可以選 數字越大 代表電腦介入的越多 同時 油門的反應速度也可以調整 這樣的結果 帶來的 就是更爽的 騎乘體驗 騎到一半需要從公路 轉換到土路 或者是想要在行駛中更改騎乘模式 也可以很快速的靠把手直接調整 不需要再停靠路邊 熄火 關電門 開電門 再長按按鈕更改 真的非常的方便 而動力方面 與2022年式的890 Adventure R一樣的 這一顆889cc的並列雙鋼引擎 有著105匹的最大馬力 以及100牛頓米的扭力 穩定的同時也很可靠 在南非的高速公路上 以6檔大概4-5千轉的轉速 就可以讓我們的速度輕鬆的來到大約130-140 搭配最新的防甩頭 以及重心延伸到車身下方 容量來到了大概20公升的油箱 在高速的行駛下 非常的穩定 不會有那種龍頭飄來飄去的感覺 有幾個路段 我也順便適用了定速巡航 騎著這種大直線 右手不用再一直Hold住油門 讓騎士可以以更輕鬆的姿態 來騎乘 而既然都是R板了 就一定要說到土路的心得 前二一後18的輪胎尺寸 越野標配 在跨越障礙的時候 具有一定的突破能力 像這次途中 我們就遇到了騎到一半 那個橋直接給我斷掉 原本是想說要回頭繞一大圈的 但是後來想說都騎R板了 一定要好好給他試一下 為 因耐力 所以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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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突破障礙的能力 新版890 Adventure R讓我印象比較深刻的 還有這一對輪胎 原廠使用了MITAS Enduro Trail Plus 這條輪胎 以我們這次的行程這樣騎乘下來 這條胎雖然名叫 Enduro 但是在高速公路還有山路上面的公路騎乘 不會有太大的胎罩 同時抓地力也非常的足夠 而在土路上面 哇 那真的是一個爽字 配上電控系統 滿滿的安全感 加上這個油箱 剛剛好的大小 位置 站起來騎的時候 膝蓋可以很自然的就往上面一夾 連我這個菜機 都可以在時速100上下 在土路上 站著巡航 在騎完了這1000多公里土路之後的感受 我覺得這台有著R版稱號的多功能車 對土路經驗沒有那麼足夠的越野新手來說 油門與動力反應 已經到了可以用 溫柔這兩個字來形容了 非常的親民 非常的不KTM 可以給還不是那麼熟悉土路騎乘的騎士 很大的安全感 而對進階的騎士來說 當然也可以自己把電控調整到 補一點油 整台就要噴出去那樣 衝波 就上去了 可以溫柔 也可以非常的暴力 新手 老手 都可以騎乘得很開心 一台中量級的多功能車 掛滿了三咖大大的鋁箱 騎起來 還能這麼輕巧 靈活 2023年式的KTM 890 Adventure R 讓我這一趟 真的騎得非常的過癮 所以在我牽到了車子 試騎完了之後 我也決定 把這台890 取名做我學會的第一個南非語 LEGGER LEGGER 在南非語中有著好的意思 好吃 LEGGER LEGGER 好喝 LEGGER LEGGER 好玩 LEGGER LEGGER 好騎 LEGGER 我想 應該就是最適合KTM 890 ADVENTURE R 的名字了 LEGGER 檢查完了LEGGER的全身上下 我們接著把車 給他牽上去拖車 接著也準備回到Benoni的Alan岳父家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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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TM 因為他從現在通過了海獅瓜 還有GasGas 所以現在他們三個是在一起的 裡面的車呢 從我們剛才進去看到現在 看到了非常多越野車 多功能車 甚至還有一台1290超級要直白 東西全部裝上去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呢 就準備要往家裡出發 LET'S GO 我們剛在玩890 ADVENTURE R版 剛剛整個取車的過程 真的非常的 很有效率 他就跟我們要我的國際駕照 然後我就把國際駕照給他 然後在文件上面簽名 確認一下注意事項 我們這台車呢 目前在這邊是 算是有保險 可是我們不需要為這個保險付錢 除非當我們真的有事故的時候 我們最多就是付個5000蘭特 就是大概1萬台幣 那這樣的話呢 這台車就是就可以還給他們了 那不過當然這個過程中 如果出什麼輕微的擦傷啊 撞傷啊 當然還是要老實的跟他們說 以及最後一點就是 如果我們有交通罰單的話 也是要我們自己出 回程的路上 這個雨 真的下的非常大 我們就在這樣的雨天 把Lekker拖回了Benoni 從這幾天來的天氣啊 因為我們昨天剛到嘛 然後今天是我們第一天 我發現他這裡的邏輯 好像就是早上起來的時候 一定會下暴雨 然後下到下午的3-4點的時候呢 雨就停了 現在雨是停的 然後整個天氣看起來非常的溫和 非常的舒服 穿一件短袖在這邊呢 基本上還是感覺不太到冷 還蠻溫暖的 但是呢 只要天空呢 漸漸暗下來之後 就會開始冷了 所以 如果你又來啦 10月到隔年的3月 算是南非的夏季 夏秋 所以如果你有在這個時間點過來的話 還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我一開始以為啊 夏天嘛 應該是滿熱的才對 所以我連搭飛機的時候都穿短褲 但是其實 還是會有點冷的 在這趟行程中 我們可以說是做主的準備 有露營的行程 加上一定會遇到像是昨天晚上的停電 所以這次還買了一顆大容量的電池 不過買了之後 南非的賣場 賣後不理 零件也是分散著給我們 所以呢 喂 喂 喂 紅色是火線啊 藍色是零線啊 其實啊 我們為了這趟南非行 然後買了一顆巨大的車用電源 然後這個車用電源 我們這一個月裡面的行程 很有可能會去在大草原裡面野營 然後也有可能會經過 完全沒有電的地方 像其實現在 雖然我們在約翰尼斯堡市區裡面 就每天會停電四次八個小時 幾乎八個小時 所以我覺得電 對於這趟行程來說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很幸好Alan 那時候他買一台 很大顆的車用電源 然後又買了變壓器 可是呢 在我們還沒來的時候 Alan使用這顆電源 用到沒電了 因為他是 要用110V來充電 可是我們這邊呢 都是220V的 所以我們又買了一個變壓器 要把220V轉成110V 給各位看一下我們這個 到底有多陽春 也不是說陽春 他就是要我們 這個變壓器呢 他就是他媽外露的 喔230V啊 說錯了 230V轉110V的 這個插頭他還沒有給我們 他還沒有跟我們接上去 他給了我們這個 一根電線他媽要自己組裝 幾度陽春版 賣這些東西的那個人跟我們說 就是叫我們自己上網Google 等一下就讓我們好好處理這個 雖然我們已經回到住的地方了 但是我們一刻沒有停下來休息 到家之後把車停好 接著我們也開始搞起了電池 這時候就要提到這一位 在我們這趟旅程裡面 扮演著首席電工 這個角色的大叔 Hum Dirk Hum在南非語中有著大叔 伯伯 叔叔 的意思 通常是會拿來稱呼長輩啦 所以Hum Dirk意思就是Dirk伯伯 Hum的用法在南非也形成了一種很可愛的狀態 有些人稱他Hum 是禮貌 尊重 而另外一群人 則是不喜歡被稱為Hum 因為那樣好像感覺自己老了 而現在的這位Dirk 我們都是直接稱呼他為 Hum Dirk啦 非常感謝我們的首席電工 他剛才在吃我們這個 來自台灣的名產 鳳梨酥 那種很好吃 我會剪輯 我會剪輯 你會剪輯 你不會把車輪掉 你會說過車輪 不 我會剪輯 我會剪輯 這就是個點 這就是個點 我需要剪輯 我們明天也不知道 如果我們明天會醒來 你會繼續做 你會剪輯 我會去吃晚餐了 南非時間7點半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間 叫做 Orexi 今天晚餐 我們吃的是希臘料理的餐廳 Orexi 南非的餐廳有一個 讓我覺得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在點餐前 他們一定會先點一點喝的 酒啦 飲料啦 咖啡啦 所以當我們一坐下來 就是一定要先來一杯的嘛 我的名字是Edward 謝謝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他叫Efford 介紹得很好耶 這邊很多黑人的名字就是 簡單的英文單字 Efford Treasure Pathy Whiskey Wiskey Wiskey喔 我已經想好我這南非的名字了 我就叫Gin 就好了 請酒 或是也可以叫我Beer 這是一間地中海餐廳 然後他賣的就是地中海料的 有一些海鮮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重點是今天在這邊有一個很特別的活動 希臘嘛 他們那邊有一個活動就是 他們會把盤子往地上甩 那邊的地上可以看到呢 有一些小小的碎片 這就是剛剛這個摔盤子摔來的 非常的特別 Thank you 其實我沒有想到在南非 我們反而是可以吃到希臘的料理啦 而在希臘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文化 就是在我們覺得 Lekker的時候 就一定要來摔一下盤子 而且一定是要把它摔破那一種 摔得越大力 表示我們的心情越快樂 雖然我摔得有點別扭 但是我覺得這應該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啊 在吃飯的時候摔盤子 嗯 等等 如果我沒有盤子裝食物了怎麼辦 這又是我們的傑作 超土懶的 我被你嚇到 然後你丟完的時候你臉超驚恐的 因為我 旁邊那個好像也被我嚇到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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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摔的這個東西 它不是玻璃材質 它是 陶土然後去可能去燒乾 所以你摔下去的時候呢 那個聲音 那個音量還是 還是有的 是蠻大聲的 但是其實這樣摔 也不會怎麼樣 這是我摔的喔 等一下再摔一次 喔 分量很大耶 這樣的話我們點的這個是 烤肉串嘛 羊排嘛 然後這是算是沙拉嘛 然後 墨西哥餅 這是烤蔬菜 然後沙拉 然後你的這個是 這個是 780台幣 可是我們三個人心應該還OK 先吃吃看 等一下不夠再點 而昨天吃完了餐酒館的牛排之後 今天的希臘料理 價錢同樣的評價 我們三個人 點了兩人份的套餐 就吃了非常飽了 一個人大概四到五百塊的台幣 有一大盤的燒烤 還有抓餅 沙拉 所以好吃嗎? 很特別的味道 很特別的味道 跟我說這是茄子醬 對 但是 因為我 我敢吃茄子 但是這個完成吃 吃起來很跳死 飄死的小孩 滿專心的 哈哈哈 我覺得他的口頭算很入味 然後 滿鹹的 他們好像都喜歡吃比較重口味一點 然後這個應該是叫蔬菜捲餅 裡面的料看起來是滿豐富的 有 有起司 有蔬菜 有洋蔥 有美乃滋 好啦我現在要專心吃的 想要吃的 非常難備 一個 OK各位我們現在 吃完飯了 然後我們跟那個服務生的 聊得非常開心 他叫APPER 他有訂閱我的頻道喔 所以你看到這邊的話呢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的話 趕快訂閱 今天是我們來到南非的第二天 我們簽到了LECKER 把露營時會用到的電池處理好 算是行前準備繁忙的一天啦 而明天我們準備前往獵豹保育中心 來看一下我們這一趟期待已久的大貓咪 順便和大家介紹一下 在南非遇到Low Shading 紅綠燈全部停電之後的 行車潛規則 否則他會使用了 好 他們會微笑一點 準備 啥 我被要臉輸了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完這部影片喜歡這部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有在下面下方按讚訂閱留言分享喔 我是魯特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